運動完旁邊有欄杆 正好拉拉筋伸展筋骨 但是有民眾抱怨 這位在新北市板橋的第一運動場 欄杆高度不足 因為另一邊就是水溝 這樣在安全上真的能把關嗎 像我160公分高 這個欄杆的高度直到我的大腿 往下看就是1米6的水溝 那這樣的高度呢 對小朋友來說會不會造成危險 民眾也有不同看法 可以是裝個網 也是可以啦 你帶小朋友來 你就是要注意他的安全 然後他的那個狀況 從小在板橋長大的話 這樣子的高度 像之前的伯伯講的 這個是好久以前就是這個高度 現在硬體上面來講 加網子應該是一個權宜之計 應該是算是比較經濟實惠的做法 雖然加裝網子可能安全一些 但其實欄杆的高度 早已不符現行法規 拉開捲尺涼涼看 運動場的欄杆高度 大約只有77公分左右 但是現行法規的高度 是不得小於1.1公尺 明顯違規 另外不合格的 還有觀眾席上的欄杆 寬度37公分左右 但是法規顯明寬度 不得設有可供直徑 10公分的物體穿越 雖然運動場是十幾年前的建設 有符合當時規定 但隨著安全觀念提升 設備也應該要跟上最新法規 避免發生意外 三選 增加選 李文翁教育